这两个女孩用轻身精力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搭上陌生人的车 单纯的姐妹花被人犯绑架后带进深山老林 将她们衣服扒光 用铁链拴起来 被迫营业 一个男人戴上恶心的猪头面具 把妹妹带进集装箱 随后里面传出一阵惨叫声 女孩被不断蹂躏后彻底放放 化身复仇天使后走上人生巅峰 这对身材火辣性感妖娆的女孩 想利用宝贵的假期去纽约购物一周 为了得到更多的经费 凯迪的叔叔帮他们介绍了一个农场的工作 因为农场离叔叔家很近 便亲自跑过来接送他们 女孩清澈的眼神中 由内而外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内心就像一张白纸 每天嘻嘻哈哈 只要玩得开心就好 叔叔把他们送到附近的公交站 并且叮嘱他们 抵达目的地一定要报平安 为此两人还约定了发送短信的暗号 因为公交还有一个小时才能到达 两人便来到附近的咖啡厅 他们迷人的身材 加上这天势般的微笑 很快引起两个帅哥的注意 两人主动过来搭讪 原来他们正好顺路 也准备去农场附近 说他们可以把女孩送去农场 凯迪直接拒绝了他们的好意 可小丽却犯起了花痴 直接拽着凯迪搭讪了顺风车 可男孩并没有带他们去农场 而是将他们带到自己的家里 女孩瞬间感觉到一丝恐惧 这是男孩的母亲出现 她那慈祥的面孔 让姐妹俩放下了戒心 和她一起走进了屋子 凯迪给叔叔发了带爱的短信 报了平安 老人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美食 两个女孩毫不犹豫地吃了起来 下一秒他们就出现了头晕的症状 这时小丽才意识到危险 直接带着凯迪冲出了房间 可这时早就为时已晚 当他们再次醒来后 已经被扒光了衣服 用铁链拴到集装箱上 他们害怕极了拼命地喊着救命 可这里根本没有一个人意 即使他们哭干眼泪 也换不回曾经的愚昧 这时小帅扛着猎枪走了过来 给他们带来一些生活用品 原来小帅把他们当成赚钱的工具 为他的客人提供特殊的服务 这天一个大胡子走了过来 原本以为这是他们第一个客户 没想到居然是小帅的同伙 他们看到凯迪叔叔发来的短信 发现每句后面都有苹果的单词 然后逼凯迪说出其中的暗语 给叔叔回复了信息 就在他们感到绝望的时候 一个胖警察出现在他们面前 姐妹俩终于看到了希望 赶紧跑到警察身后躲了下来 下一秒画风突变 原来他也是来释放兽性的 警察大叔成了他们第一个客户 一阵惨叫过后 警察得意地离开了现场 小帅看着崩溃的姐妹 眼神中充满了悲伤和绝望 凯迪的叔叔看到短信后发现了异常 因为之前他和凯迪约定 在每条短信的结尾 都使用不同的单词 可从昨天开始 每条短信后面却是同样的单词 女孩这边又迎来忙碌的一天 一个眷毛走过来选中了小绿 凯迪眼看着小丽被他们关进集装箱内 崩溃到了极点 没想到卷发男是一个养而不举的人 被小丽侮辱后内心极度自卫 直接用烟头烫在她的肚皮上 小丽发出失声力竭的惨叫 凯迪听到后忍不住地抱头痛哭 没过多久来了一个神秘人 他戴着诡异的猪头面具 偷偷摸摸做着变态的事 但手臂上的纹身却十分显隐 小丽再次被男人选中带进了集装箱 两分钟过后男人离开了现场 凯迪的叔叔到农场询问后 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去过那里 便来到警察局寻求帮助 没想到接待他人的正是那个胖警察 男人说他的侄女可能遭遇了绑架 因为他们之间的暗语出现了问题 最后却被胖警察三眼两眼给打发走了 他知道这些警察靠不住 便独自出来寻找 最后从咖啡厅的老板口中得知 当时他们并没有乘坐公交车 而是被一辆蓝色皮卡带走 这时胖警察将叔叔报警的事告诉了绑匪 大胡子为了避免事情败露 同志绑匪准备杀人灭口 这时卷毛走了过来 两个劫匪正着急去镇上买杀人工具 留下卷毛一个人再次独自狂欢 小丽因为最近活动比较频繁 被这些大汉蹂躏的日渐憔悴 凯迪看着可怜的姐妹 为了尽快摆脱魔掌 主动伺诱前面的卷毛 趁她不注意 直接咬断了她的脖子 这一刻凯迪不再是那个单纯的少女 终于认识到现实的残酷 真正让人成长的 往往都是那些痛苦的经历 这时警察开车来到这里 发现了卷毛的尸体 感觉到实情不妙 姐妹俩偷偷开走警车逃离了现场 在路上她们遇到两个求助的美女 小丽静静地看着她们 不知道她们的命运将会如何 凯迪将车停了下来 两人通过一个眼神 读懂了对方的意思 直接来到五金店买了各种工具 为了自己 为了不让更多的女孩受伤 开始她们的复仇之战 她们首先来到大湖自家 直接将插满刚定的棒球 砸在她的脸上 大湖自被砸得毫无还手之力 然后把她绑在珠子上 制作了一个狼牙棒 这时大湖自直接认识 将她的小金库告诉了凯迪 希望她们能放了自己 这时凯迪表示 只要你说出猪头男的下落 我保证你万事如意 可当她将所有秘密说出来后 小丽静说 对不起我们撒谎了 然后根据大胡子提供的线索 在一个教堂内找到了猪头男 原来她是一个伪神父 看到小丽后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然后大声念起咒语 希望得到上帝的保佑 凯迪接到旨意后 直接将她敲玉 然后带她逛遍了整个小镇 猪头男被他们拖行了几十里 已经面目全非 小丽看着眼前这个恶心的猪头 在她身上洒满汽油 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做出最宽容的复仇 叔叔这边来到车辆登记处 在两位小姐姐的帮助下 查到了皮卡的信息 终于找到了那辆绿色皮卡 进屋后却看到惨死的大胡子 这下她更加担心两个女孩的处境 再次来到警局寻求帮助 却被胖警察绑了下 她知道女孩肯定会找到自己 于是用她叔叔作为自己的筹码 路边求助的两个女孩 最终还是没逃过变态的魔爪 幸运的是 他们遇到了这对姐妹晃 他们将警察绑起来后 和她玩起了俄罗斯轮盘的游戏 警察选中了一颗子弹和五根火柴 也就是在走人枪里 装一颗子弹连开五枪 没想到警察经历五次恐吓后 居然活了下来 这时警察被吓坏了 开始向女孩表达自己的歉意 可凯蒂根本没给她开口的机会 先打抱她的脑袋 他们救出两个女孩和叔叔后 直接来到老太婆的家里 把他们对付女孩的招式 全部还给了她 然后将她带到仓库 当着她的面杀死了她的儿子 让她体会下这种撕心裂肺的痛苦 然后再将老女人带到大儿子面前 用枪威胁她打死自己的母亲 她肯定不会对自己的母亲下手 希望他们放了自己 保证什么也不说 小丽才不会相信这些鬼话 直接一枪封了她 这时老女人表示她有一万块 只要保证不杀我 你们可以全部拿走 小丽一听确实是个好主意 老女人高兴坏了 直接说出藏钱的位置 这时凯蒂表示 那是她答应的 我可没答应 然后拿起割草剂 直接将她绞成了肉 姐妹花终于完成了复仇 镜头一转 他们回到了叔叔家 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其实他们和叔叔 已经处理了所有现场 伪造成这些绑匪 互相残杀的假象 女孩收拾好行李后 带上老女人的一万块 准备去纽约享受 他们的购物之旅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接受 任何陌生人的好意 那些陌生人有利可图 才会对你好 主动向你伸出援手 是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 俗话说的好 无事献殷勤 非奸极盗 当你长大以后 便会发现各种各样的人 和各种各样的人系 当然也不要随便 接受陌生人的求助 行动前一定要擦亮双眼 不要将自己的爱心 交给骗子 尼越并尖 他把他拖延了